欢迎收看7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 19号在花莲的德行大草坪隆重登场 而花莲县长徐真卫与总头目黄欣喜 还有杨德成两位资深的部落领袖 以及立法委员布昆奇等多位嘉宾 邀请大家来参加太平洋左岸最盛大的圆明盛会 现在学问表示欢迎大家回到花莲 花莲云住民文化在世界上展现不同的软实力 为世界彰显这块土地的宝藏 并且保存最珍贵的传统 过去台湾只有花莲产玉石 甚至远到马达加斯加岛也发现来自花莲的玉石 正是17时代就开始进行国际贸易 感谢海洋孕育的生命 包括海洋寻找我们的南岛主义的家人 为了将邀请马达加斯加以及复活岛主义们回到花莲 透过远古时代的以物易物 透过我们的日入 以物易物来到了我们的马达加斯加 来到我们的马来西亚 所以这是一个 第一个实践国际贸易的一个城市 哪里台湾哪里花莲 所以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我们未来会迎向马达加斯加 未来我们更会到复活节岛 因为花莲要走向世界 更将南岛五大极点 四大极点 以及一个中心点 把它整个串圆起来 我相信台湾会带我们走出去 我相信在这里更有我们中央的园民会 曾主委也来到现场 也会带着台湾的所有原住民族 走向世界 让台湾被世界看见 联合逢年节三天主题分别为 牵手之夜 情人之夜 绽放之夜 而在十九号晚间 牵手之夜 由选国小舞蹈表演演出 台北达田银文化艺术团演出 原住民甜心勇士演出 并且邀请夏威夷演出 从大西到夏威夷的祖先 航海的故事 最后线上传统业务 大家跳起历年大会舞 将活动推到最高潮 这次活动不仅展现 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共荣美好 也希望届此 2024太平洋联合婚礼节 让更多人认识 太平洋南岛文化 以及花园这颗土地的独特魅力 外交部指示邀请各位 届十九号到七月二十一号 前来花园参与 2024太平洋南岛联合婚礼节 一同来感受台湾原住民族 与南岛族群的文化之美 记者 蒋红宇 华州导